Hello,大家好,我是Ann 欢迎来到我们的全新系列 新房日记 对的,我又要搬家了 我们在市中心也住了快三年了 本来是想体验一下这个都市立人的感觉 我的兴趣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什么探店,看展,咖啡厅,小酒馆 也不是说不喜欢 但一个月的频率最多是一到两次吧 我好像并不是这个路线的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生了宝宝 就希望它的这个成长空间可以更大一点 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 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是一个家庭至上的这么一个人吧 希望有更多美好的这种家庭的family moment 也希望三个人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平衡一些 所以最后我们愉快的决定 要在上海的近郊找一套别墅 对的,别墅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别墅 不,are you kidding me? 那简直是豪气冲天啊 不不不,您误会了 我们要找的这个别墅呢 是比较温馨的、居家的 就是很cozy的这种小别墅 那么会有新访日记这个系列的原因呢 我们想要把这个小别墅重新装修一下 大家的脑海中又会冒出大大的问号 什么?那得花多少钱?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买一套房子呢? 对,这些问题我在篇尾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 这个视频最主要的内容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找房经历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海的这种近郊别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进入正题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比较迷茫 因为上海的别墅真的非常非常多 你要找到匹配你自己需求的可能会非常耗时耗力 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反向去找符合自己需求的这种小区 就在各大平台上去搜索一些蛛丝马迹 上海别墅哪里好 上海近郊别墅 上海简约峰别墅 最终是在小红书上面找到了有人分享自己的家 然后这个小区是叫做 整体风格就比较简约大气 然后大落地窗 然后采光也特别好 然后也不会特别的大特别好气的那种小区 马上就去租房APP联系有这个小区房源的一些中介 然后我就会准理一些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地点价格几室几厅 当时它就匹配到好几个类似的这种小区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这个找房之旅 第一套房子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当时是一个德国家庭住在里面 整体的氛围跟我们的预想会特别像 房子的整体状态也很不错 而且它是位于小区最中心的位置 然后门口就有一个儿童乐园 然后视野很开阔 关键是它没有地下室 这点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有点恐怖 然后我们就是一家三口住的话 我觉得不用太多的这个楼层 两层就是足足够了已经 还是来说一下这个房子的缺点 它不知道为什么 是比这个小区同户型的这个房子 要稍微小那么一点的 它就是好像一个缩小版一样 成个0.75倍那种感觉吧 就走廊也窄一点 客厅也小一点 楼梯也小一点 虽然我们需要这种 cozy温馨的感觉 但至少我们也想搬去一个别墅 你还是要稍微比住在大平层里 要开阔一些吧 接着就马上去了二号房 是在隔壁的一个小区 是另外一个小区 那么小区进去呢 就有一种自建房的感觉 就每一栋都是不一样的 外面的瓷砖啊 院子啊围栏啊 每一栋都是不一样 终于是到了这个二号房的这个大门哈 我的天啊 简直就是跟村里亲戚家 真的一模一样 过年回家探亲呢 会让我们内心感到非常的温暖 但是我们好歹也是在上海的近郊 要去找一套房子 那好歹要给我一点点 那种城市的气息吧 推开这个大门 进去一看 诶果然表里如一 就是朴实当中 透着一点豪气 抬头一看 大水晶吊灯 院子哈 六百多平 十几个房间 如果要去改造这个房子的话 成本可能会有一点大 而且十几个房间 请问怎么去分配这个房间呢 我感觉自己要升一个足球队出来 才能把这个房子填满 所以当时 哎 进去的那一瞬间 我就决定了这个绝对绝对不行 这个不行 后来我们就去到了三号房 三号房是在同一个小区 我觉得就凭这一点呢 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想看了 因为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区域 确实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三号房的话 它的问题就是采光特别差 特别暗 然后就去了四号房 这次终于轮到我心心念念的这个 这个小区 然后刚进小区 非常的敬艳 就是简直哇塞 它的设施要更新 路也更宽 然后也更加的干净 园林植物啊等等 管理都要更好 然后进到房子之后 对 嗯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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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了院子 对 不错不错不错 各方面都很满意 但是呢 越看呢 越觉得不对味 这套房子 它是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 那楼层一多面积一大 我们的改造成本 改造难度都会更大 然后我们也去了 其他户型的一些房子 全部都有地下室 然后有一些排屋更是特别的狭长 然后院子也特别的小 然后方方正正的六七个房间 全部都在厕所 分布在四层楼当中 就很像民宿你知道吗 就跟我们的需求真的不是特别的搭 我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大一点 当时就有一点点的心灰意冷 就觉得自己这么有意向的一个小区 但是呢又不太符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求吧 所以最后我们就把目标定在了我们一号房的那一个小区 OK我们又约了第一个小区和一号房的户型是一模一样的 但它是正常尺寸 就它的客厅走廊和楼梯呢 都会相对来讲稍微宽裕一点 这个应该算是五号房了 就是进门之后它就有一种阴森感 不是那种破旧不堪的阴森 但是就是说不上来的含义 you know 然后院子其实也很大方方正正 就是那种第六感啊 你就是真的不懂 然后我们一出他房子的大门 就发现隔壁那一栋更加的阴森 那简直外墙都脱落了 简直就真的像鬼屋一样 当时就觉得 这套房子我应该不行吧 就是不管它的户型啊大小多合适 我真的都没办法 我这个人非常的胆小 而且听中介讲说 这一套房子它漏水 它也房屋就是门窗有漏风的这样子的问题哈 但就算是这样 我们还是在一号房和五号房之间纠结了 毕竟他们的尺寸就是使用空间来讲 还是有相差的 嗯 在犹豫了三天之后 我们终于决定还是选择一号房 小就小一点吧 一家人啊 安安心心快快乐乐 温温馨馨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们就跟中介一块说 OK我们决定了 我们要一号房这样子 然后中介说 对不起不好意思 就在昨天这个房子被租掉了 啊 现在回想那套房子确实也还不错了 温轮还不错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我们就在这个小区里继续找房子 那好在我们就已经选定了小区嘛 慢慢等好的这个房子空出来 然后后来就是又看了一套私房菜房 就它的房子里面有两个超大的圆桌 就很像那种烧私房菜的那种小菜馆你知道吗 然后下一套房子呢 它是一套毛坯房 其实毛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是重新装修嘛 其实从毛坯来装还更简单 但是这个房东竟然开价六万多块 你知道它比普通带装修的这个房子哈 都要贵非常多非常多了 他还拉着我们大谈佛学 就说这个房子的风水有多好多好 然后就说我们是有缘人嘛 最后决定要给我们便宜五千块钱 呃 当时就想算了吧 我们真的高攀不起 终于哈 从冬天看到了春天 又看到了夏天 其中我也遇到几套比较新意的房子 但是因为需要装修嘛 要跟房东协商 所以又度过了非常漫长的这个谈判期 最终最终敲定了我们的这套房子 对 我们称之它为八号房 多么富贵的这个number哈 八号房 这套房子呢 它是跟一号房还有五号房 户型一模一样的 但是都完美避开了它们的缺点 也没有地下室 然后位置也非常的热闹 唯一唯一就是价格要贵一点 是 是我们看到心仪的房子里面价格最贵的一套 我们最后还是非常坚定的决定 我们就要这一套了 快刀斩乱麻 其实从我租这一个公寓开始 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 大家可能觉得 博主这么赚钱的吗 为什么可以住这么贵的房子啊 之前还有人说 我看你平时都没什么广告啊 洗发水卖的也不好 那肯定是爸妈有钱吧 又或者是说 为什么不买房啊 又或者是租的房子搞这么好 真的值得吗 等等等等 这样的问题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了 其实归根究底 是因为我自己对居住环境非常的感兴趣 我愿意去投资这么多的钱 在我的居住环境里面 我可以不买名牌包包 我可以不买爱马仕 但是我希望 住在自己一个很满意的这种空间里面 这可能就是个人的喜好和追求不同 那我也很感谢我自己的这个职业 可以让我去尝试 平常人可能想起来天马行空 不合逻辑的一些事情吧 我可以装修租来的房子 然后把它拍成这个新房系列 对我来讲 就其实像一个投资一样 去转化成内容 分享给大家 我也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不买房哈 可能来自不同的角度 有的孩子可能不知道 上海的房价有多贵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单纯的 想看你的笑话 你外表光鲜亮丽啊 但是房都买不起 其实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不想要自己太憋屈 你知道吗 我不是那种人 我就是比较的直接 首先是我不是上海户口 我是没有资格买房的 我还有两年的社保 我才能在上海买房 我是杭州户口 所以我就在杭州买了房 买房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更像是一种投资 买一套房子 把我的钱先存着 但是我住不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要买到完全合你心意 然后价格你又可以承担的 不是一件很容易匹配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我就是 自己买了房存着钱 那我可能继续一直都会租房子 紧接着有可能马上出来的问题 就是做博主 凭什么这么有钱 你凭什么可以租这种贵的房子 或者是买房 你凭什么赚这么多钱 就为什么呢 博主为什么不能赚钱呢 而且我有两份工作 我不但是博主 然后其实我流量也不算特别差吧 我也算什么中央部这个博主 对不对 然后我有自己的这个各户的品牌 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生意 如果做生意 我赚钱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 而且我也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 去做这件事情 两个月的时间 连走了实战的中国行 放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 要给大家去拍Vlog 在安德玫瑰庄园 我也投入了很多自己的这个心血 然后我们的团队背后这么多的人 在为这个品牌努力 这世界上赚钱的方法有千百种 在赚钱的人也有非常多 我觉得我并不是很特殊的一个 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吧 每一个职业都有资格去收获一些回馈 我会回复这个问题 当然不是说炫富或者怎么样哈 毕竟去年就买了房 单纯就是不想让自己过得太憋屈 不想被这些问题所束缚 而且我也很明白 大多数的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其实都是很平和的一个心态的 大家都是一个分享啊 互相交流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那真的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 会有一些疑问 那之后我也觉得 我也不会再去回复类似的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这个系列呢 是会从现在的找房 一直到后面的空房tour 我们的拆除硬装软装 然后到后面的house tour 然后每一个单独空间的介绍啊等等 会出这么一系列的视频 对这两三个月就打扰了 当然我们会拍一些装修的vlog 期间也会有很多 我的日常生活的这个vlog 会融入当中 然后下一期是空房tour 会带大家到我们租的 那个小别墅里面转一转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结束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